刘云生的水彩创作气势磅礴 同时又希望能够传扬人性的纯真善良 两度获得世界金牌荣誉的中国水彩名家刘云生 两年前在台湾举办水彩之路首次创作个展 21天的展期中 缔造超过2万人的参观人次 回响极为热烈 显示出刘云生不计个人高龄风险 不畏艰辛的寻求真实的坚持 获得台湾民众的认同与肯定 也印证艺术巨大的感染力 超越语言文化和国界 能够直观的唤起人心美善的共鸣 为回馈台湾观众的喜爱 刘云生在台湾的第二次个展 特别展示1999到2018年间 未曾发表的多件作品 及全新巨幅创作《黄河》系列 《黄河》系列更是特别选择在台湾 进行全球首次发表 让台湾观众可以领先全球一宝眼福 并在这些巨幅创作中感受大师的艺术成就 证实他人生座右鸣 滴水穿石的实践 另外还展出最为快智人口的人物系列 打卖场系列 及动物风景等都将有全新的展出 期待观众能够在展览中 深刻体会艺术家 明包物语 背篇敏人的胸怀 及对人性纯真善良本质的颂扬 时方新闻记者 来伊荣台北采访报道